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我覺得非常特別的相機 讓我相信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然後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我覺得非常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喜歡 我用了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非常特別的相機 讓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然後也不知道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那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也沒有看過這台相機 當然也沒有用過這台相機 當然也沒有用過這台相機 而且99%的人也不是這台相機的客群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的Sigma DP-04 神奇的迷你的定焦然後超廣角相機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那我相信全世界99%的人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我相信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也沒有看過這台相機 那這一台相機也99%了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呢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那我相信全世界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非常特別的相機 那我已經用了這台相機快要五年了 但是我相信有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個相機 也沒有看過這台相機 那也...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那我相信...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我真的超級喜歡 而且是超級特別的相機 這台相機我已經擁有了五年多了 那...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台相機 也沒有看過這台相機 甚至根本不會想要用這台相機 因為它真的是...超級神奇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非常特別的相機 而且是我覺得超級喜歡的相機 那這一台...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而且是我已經擁有五年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相機 然後打...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呢... 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那這台相機我已經擁有五年了 我真的是超級喜歡 應該是我最喜歡的一台相機 那我相信這台相機也是...超級稀有 然後...嗨,My name is Kaiyua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台超級特別的相機 可能99%的人都沒有聽過也沒有看過的相機 那這台相機我已經擁有了五年多 我可以說它應該是我目前用到現在最喜歡的相機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的Sigma DP-04 那我先說這台相機可能... 那我先說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神奇又特別的一台相機 那我先說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又特別的一台相機 我相信99%的人也不是這一台相機的客群 就是... 那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 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 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可以... 這台相機我... 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真的是... 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 我可以說這台相機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 真的99%的人也不是這台相機的客群 它真的是... 呃... 真的是你需要... 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才會買這台相機 那我先說這台相機真的是... 不適合... 那我先說這台相機真的是... 不適合... 99%的人購買 因為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神奇 它唯一的優點就是它的影像... 真的是爆炸銳利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舒服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呢...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呢... 可能99%的人都不適合買這台相機 為什麼呢?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可能對99%的人... 根本就...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對...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對... 99%的人... 那我先... 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對... 99%的人都不是這台相機... 那我可以先說這台相機對... 99%的人都不是... 那我可以先說... 99%... 那我可以先說... 90%... 那我可以先說... 99%的人都不適合... 購買這台相機 都不是這台相機的客群啦 因為它真的是... 非常特別 我都叫它... 數位底片... 那我可以先說... 99%的人都不是這台相機的客群... 就是... 99%的人都不該買這台相機... 除了那1%... 知道... 到底... 你在幹什麼的人... 才會購買這台相機... 不然你買這台相機... 你肯定會... 把自己搞到瘋掉... 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 這台相機... 那我都不怕... 不怕... 不怕... 不怕...